各位朋友 之前有一段进入郑峰喜先生的故居的房间里面拍的一条短片 因为比较黑所以的话拍不到什么 那么我们只能够在这个门外来介绍这个郑峰喜先生 人文传奇的一生 艰苦奋斗的一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郑峰喜先生他一出生就是双脚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一生是怎么样的奋斗的 那么郑峰喜先生他是在1944年出生的 他的出生地就是现在我站着的这个地方在云林 云林的口湖 口湖乡这里 他是农民出生啊 家里是农家 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右脚啊就从这个四盖以下 他就这个右脚的四盖以下是左右弯曲的 左脚呢 从这个四盖以下呢 也是萎缩的 主板更加往上翘起 那根本就是走不了路的 他本来这个家庭就本来就不富裕了 那么 所以呢 家里人呢 在郑峰喜出生的时候啊 他父母啊 本来就是想结束他的这条生命 不让他生下来 但是呢 在这个乡村的这里的伙伴 这些小孩子 跟他的嫂嫂的这个 呃 左脂之下呢 那么 他祖父也会 在那个时候也保护了他 所以的话呢 郑峰喜先生才能够存活下来 他的这种身体的气形啊 啊 令到他在童年的时候啊 受到很多小孩子的七零八零 那么在 呃 郑峰喜先生六岁的时候 1949年的时候啊 他 就被他的父母遗弃 然后 他就跟着这个耍猴子的老先生 到处流浪 卖艺 到那个1954年的时候 郑峰喜先生 呃 那我们还要再说 他在八岁的时候啊 他 就 已经 去放鸭 养鸡 那么过着这个独立的生活 到了1954年 他十岁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云林的文官国民学校 就是现在的口湖乡的文官国民小学这里读书 六年以后 到了1960年 在文官 学校的这个校长 李龙腾 还有各方交卸之下 顺利 报读了这个初中 进入这个云林县的 北港初级中学 就是现在的县立北港国民中学 就读 到了1963年 郑峰喜先生 考上了台湾 省立北港高级中学 就是现在的北港高级中学 那么到了1967年 他更加考上了国立中心大学 法商学院 法律学系 那么当时呢 他得到一位医师 叫做徐景章 徐景章医师 帮他装了这个义资 令他可以站起来 就是在他读大学的时候 那么 他是在1972年的时候呢 他7月份的时候 1972年7月份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这个书 叫做汪洋中的破床 在12月份发表 在这个中华日报 副刊里面 当时的名称叫做 从爬行到战利 那么到了1973年啊 10月份 他出版了这个 汪洋中的破床 这是一个自传 那么 那么 这个汪洋中的一条破床 曾经 呃 这个 被 蒋经国啊 当时啊 蒋经国在1976年的时候啊 蒋经国还是这个 行政院的院长 他 他 在全国的 记者 原油会中 将 汪洋中的破床 更名为 汪洋中的一条床 那么 这个 著作的话呢 是曾经被 呃 这个 读者文质 读者文质 把它 曾经 刊登过 所以的话呢 也引起了 这个 轰动 在我 读书的时候啊 幼年读书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初中 还是高中 就读过 汪洋中的一条床 这本书 那对于 曾风喜先生 这个一生的奋斗 他的残直 呃 他的不幸 让我 深深的打动 让我深深的感动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 这么晚还 奔着他的故居 这里来 就是因为 我曾经读过他 在年少的时候 曾经读过他的书 就是这一本自传 汪洋中的一条床 今天的话呢 就太晚了 因为 赶过来的时间 实在有点晚了 那么 我希望今天 这个夜趟 郑风喜先生的故居 能够引起 大家都注意 在以后 有机会的话 在台湾 旅游的时候 能够来这里 但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 呃 比较 破旧的房 这个民房 比较破旧的民房 跟 有当过官 做过一些 政治 事务的政治人物 真的是相差很远 这么让我不胜的 这个 唏嘘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 这个政治光环 他只不过是一个 曾经 有过一点点的 奋斗史 有过奋斗史 有过一点点的 这个 人文成就的一个 这样的 民间人士 所以 也不会得到太多的重视 看到他的门前 有 长满了野草 也没人打理 大家看看 跟我之前 采访过的很多 这个 有过官职 有过政治 光环的朋友 真的是相差得太远 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的介绍 也是破烂不堪 老旧不堪 他的四季 应该要得到 弘扬 要得到 更多的朋友的认识 特别是 青少年朋友 应该多点来 认识 曾风喜先生 他本人的奋斗史 这样的话呢 就对青年朋友 有更多的激励 在他们 学生时期 童年时期 能够受到 这一个奋斗 一个人生 怎么样来奋斗 能够克服 这个困难 怎样克服 他的身体的长症 长直 这样的话 可以起到 很大的教育作用 这就是 曾风喜先生的故居 好 那我这条 补充片子 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朋友们 能够争取时间 以后来这里 赞扬一下 我们的 郑风喜先生 好 这条片子 到这里为止 谢谢观看 因为墨黑的关系 所以拍得不太好 希望大家理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